今次和大家介紹的這件產品 不是Leica迷都會喜歡的 Hello 大家好 我是M&K Camera 的Frankie 今次和大家介紹的就是 Leica Sofort 的第二代 即影即有相機在1947年開始已經有了 在2016年Leica就出了第一代的Sofort相機 即是Leica 第一代的即影即有 當時也有很多人是喜歡的 因為有很多顏色也是比較有趣的 到現在2023年就出了第二代 相對來說這部Sofort E 顏色暫時只有黑、白和紅色 就不太多 但按照慣例 應該之後會再出更多的顏色 現在我們就看看它裡面有什麼東西 有兩個盒子 當然是一個主機 Menu Type-C 的線 手帶 背帶 好了 現在就近距離說說這部Sofort 首先大家要留意到 正中間有一個Leica的Logo 這家是一個鏡頭蓋 這個鏡頭蓋你用過就知道了 摸上去其實它有一個磁吸的作用來的 就不會掉的 吸得很穩陣的 還有前部份有一個鏡面 很高級很亮麗的感覺來的 所以這裡你也可能會看到我的身影的 然後最簡單就是有一個開關鍵 這裡是一個閃燈 不夠光的時候它自動是會補光的 這裡這顆鍵 開頭我還以為是一個閃燈的開關來的 其實這個不是的 你看這個頂部 兩個鍵一樣的 其實這個是一個快門鍵來的 當你自拍的時候 就可以這樣壓住 變成了會方便些去自拍 旁邊就是看到一個類似鏡 魚眼的東西 這個就是用來看自己拍的範圍有多少 有沒有對正中間 最注目就是這個Leica的Logo 這個紅色 因為本身的機身就是黑色 就很搶眼 旁邊寫了SOFOR2 這裡其實有功能的 前面扭這裡 這裡我暗一點才跟大家去講解一下 這裡就是一個開關 開了它 就會有聲音 後面就看到畫面 這裡就是沒有Viewfinder的 只可以用LCD屏幕來看觀景 剛剛我說的就是前面這個鍵 這裡可以扭它 可以選擇有10個鏡頭濾鏡的效果 因應它的變化 比如說我自己 我最喜歡用這個小暗角 就挺漂亮 就是有不同的色彩配搭 比如說黑白、紅色、藍色 它會因應你自己想要的效果去選配 我覺得它的黑白又好像挺有Feel 這裡就可以Payback照片看回 還有可以用手機的Line Card Photo 和相機對應溝通 還有這裡會跟大家講一下的就是 可以用USB-C去充電 它本身的內存有45張 如果是不夠的話就可以加MicroSD 就增加那個容量 這裡就可以插到卡 另外Payback方面 就是可以選擇 外面坊間的Instant Mini 就可以用得到的了 是可以兼容得到的 可能還有一些特別的配襯 好像心心這個 聽說是最多人選擇的 剛剛也是印過一些相片 看過一些效果 這個就是剛剛選擇黑白模式去拍的 用了閃羹的效果 這個就是本身是在手機上的照片 我用手機就經過這個Soft 2 就將它變成一個Painter 去印了一張照片出來 這個也是另外一張 看背部這裡 大家可能看到好像有一批蓋起來 其實這個就是用一個普通的LCD保護貼 貼了下去的 因為這個位置有掣 基本上是沒有一個尺寸 適合它這樣去貼 這個就當作是一個小分享 我相信講那麼多話 都不是重點來的 重點就是說 這部Soft 4相機的樣子 真的很帥仔 很骨子 很精緻 很有機密 例如說拉掣這一下 用來印上 覺得就真的很有儀式感 你說貴不貴呢 我就這樣看 例如說一部M11 再加上一支鏡頭 就超過10萬元的預算 一部Leica 即是有相機 三千多元 我覺得真的值得去買 這裡還有一個小插曲 可以之前一部Soft 1代的時候 早期賣全新都是一千多元 後來就算二手 都賣過四千多元 那變成了Leica這件事 就比較有趣一點 不知道這部機 到時會不會 當它停產的時候 又會有同樣的現象呢 如果你欣賞我的影片 希望你給我一個Like 以及Subscribe 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收看 我們再見 拜拜